好各位好,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剧风 那么做了这么多次的评测 我总是在想着 有没有比单纯的评测 更加有意思的内容可以做 那我觉得我现在总算是找到了一个 那就是 我以前自己也感到疑惑的一个问题 就是 电影镜头和照相镜头 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么电影镜头的价格 很多时候是照相镜头的3到5倍 但是它提升的画面 真的会有质的提升吗 这就是我一直疑惑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 适马借给了我两支他们的电影头 18到35T2和50到100T2 那么这两支镜头也是 适马进入电影头市场的乔门专 我想各位也知道 这两个镜头是由照相镜头改制的 两支镜头的照相版 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镜头 所以说这次我就借这个机会 来和各位讲讲 到底电影头好在哪里 电影镜头和照相镜头 最容易注意到的区别就是外观上 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开始 那么通常体积上电影头 会比照相镜头大上整整一圈 那么照相镜头通常具有塑料或者说橡胶 但是绝大多数的电影镜头都会有金属构造 所以说你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 除了重就是超级踏实的握持感 拿在手上立刻就能够感受到电影头强大的做工 赤马的电影头做工实在是没有的说 拿到这个镜头以后 平时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把镜头拿在手上玩 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对焦环和光圈环极其顺滑 这一点上远超摄影镜头 重量这一块或许对于专业剧组来说算不了什么东西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因为电影头太大 太金贵 也太重 所以说我日常基本上不会把它拿出去来拍摄 就怕把它弄坏掉 另外一点就是对焦 常规概念的电影头没有自动对焦 那么以前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视频本身自动对焦就不靠谱 但是现在出现的情况是 越来越多的高画质机器具有了良好的对焦能力 比如说佳能的C系列 索尼的这个A6500 6300 都具备很好的对焦 那么对于视频拍摄来说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说我个人在没有跟焦条件的情况下 会选择摄影头进行拍摄 而不是电影头 那么摄影头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 很短的对焦行程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焦的精度会远远低于电影镜头 那么在使用司马镜头拍摄三期短片的时候 我实在是太感谢那个超长的对焦行程了 很多以往没有办法准确对焦的特写 我都可以直接合焦 这是我非常喜欢电影镜头的一点 那么其次一点就是对焦尺 电影镜头的对焦尺有固定的标准 所以说你可以直接使用跟焦器来进行跟焦 如果你仔细一点就会发现 同系列的电影镜头 通常对焦尺还有光圈环位置都是一样的 这样在更换镜头的时候 不需要调整更焦器的位置 就可以直接开始拍摄 那么效率上会高尚不少 司马的这两只镜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夜光 在晚上这个对焦标尺会发光 来帮助你进行控制 但实话说 这个功能的应用场面实在是非常的有限 相机镜头在调整光圈的时候 档位会变化 也就是画面会一闪一闪 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减弱 但是电影镜头由于有着无极光圈环 所以说在曝光调整的时候会精确很多 那么光圈数值也使用T值来表示 相对于F值 T值算入了这个镜头的反射率 更好地保证了曝光值的统一 那么这些是外观上的一些区别 那么现在我们来真正讨论画质 电影头的画质真的比摄影头要好吗 那我给一个简单的答案的话 就是低价位的电影镜头 画质上并不会和你的摄影镜头有什么区别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它们的光学元件和结构是一样的 比如说适马的18-35和50-100的电影头 结构 镀摸都和它的摄影头是一致的 那么相对的 摄影镜头所具备的优点和缺点 也都被继承了下来 那我也说过18-35是我最喜欢的镜头 也是我评测时候使用概率最高的镜头 那么18-35的画面锐度是超级超级高的 即便你全开光圈 你所获得的画面仍然非常锐利 那么50-100也是如此 当你对上焦了以后画面的锐度实在是没得说 说简单一点 像柔和的画面变锐是不现实的 因为你在物理层面上就并没有那些信息 但是反过来则是具有可行性的 那么相关的控制都非常优秀 我也很喜欢这两只镜头产生的光运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 它与它的摄影头画质真的有区别吗 答案是有一点 电影镜头的光圈叶片通常与它对应的照相头 是有一定区别的 那么相应的焦位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 那我很喜欢18-35和50-100的焦位 非常顺滑 没有任何突兀的感觉 这些都是极好的 不过 适马这两只镜头的摄影版所具有的问题 也都被继承下来了 两只镜头都不是PowerFocal 翻译过来就是 变焦的时候焦点是不固定的 对于电影变焦镜头来说 其实拥有恒定的焦点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变焦是一个常用的技巧 而焦点的偏移会限制这个创意的选择 最后就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 不过只在50-100这只镜头上出现 那就是很大的呼吸效应 呼吸效应可以理解为焦点变化时 镜头焦距的这个变化 那么通常对于电影头来说 都是应当被良好控制的 那我说50-100的这个呼吸效应很大 就是超级大 各位可以感受一下 从最近到无限远的焦点变化 形成的呼吸效应 这基本上感觉就是在变焦 以至于我觉得都可以作为一个创意效果来使用的 但是实话说这么强的呼吸效应实在是 所以总的来说 适马的电影头或者说是整个电影头市场到底是给谁的 较为低价的电影头 你并看不到和摄影镜头画质上最大的提升 但是价格却高了好几倍 那我个人认为电影头是为了严肃 有良好分工与安排的这个创作而出现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剧组 那么确实电影头所具有的做工高效性都可以得到发挥 尤其是当你有一套同系列的电影镜头的时候 对于创作的效率是绝对有提升的 那么更长的对焦形成也能够帮助你有效的提升 对焦的精度 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你面临的是更大的体积 更高的重量 以及非常高昂的价格 那我最想说的反而是拿着电影头来拍照 因为逼格非常的高 这是实话 选择电影镜头的原因就是因为摄影镜头具有的问题 比如说挡位光圈 对焦形成 PAR Focal 这些可以被修复 但是司马的这两支镜头仍然具有呼吸效应 还有焦点偏移的问题 所以说我不会将它称之为一个完整的电影头 那我希望各位不要误会 这两支镜头的光学素质是我极其喜爱的 我也一直是司马的粉丝 也一直对朋友安利这两支镜头 不过相比电影镜头 我还是会选择摄影镜头 因为价格的差距实在是太明显了 那么司马也是刚刚进入电影镜头的这个市场 我个人也对他们今后的产品抱有很大的期望 那么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有趣的镜头登场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这期司马18-35和50-100的评测 那我希望也回答了各位一些对于电影头的疑惑 我们下次再见